大家好 这个季节正是吃香醇的季节 我们买过的香醇不要再煎鸡蛋 更不要拌豆腐了 今天我们利用香醇 为大家分享一款非常独特又好吃的做法 学乎的这种做法 上桌全家老少都爱吃 做法抱你一看就会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我们把买过的香醇 给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盆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给它淘洗干净 一遍淘移不干净的话可以多淘洗两边 淘移干净之后我们捞出 再把捞出的香醇放入开水中 给它烫一下 好 简单的烫一下之后 我们给它捞出控凉 香醉控凉之后 挪干水分 我们给它切成小丁 切得越碎越好 清好之后 装入一个大盆中 所有的香醇清好之后 我们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适量的线胶 给它清洗干净之后 控干水分 然后我们锅中 加上一个壁子 把清洗好的线胶 给它摆在上面 再烧一下 火一定要开小一点 如果壁子小的话 就一次烧摆一点 这个的烧纸外表起皮上色 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线胶都给它烧蒸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灰软 起皮 上色 然后我们给它盛出 所有的线胶烧好之后 我们把上面这个黑的皮 可以给它去掉 如果显麻烦的话 也可以不去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一个线胶就处理好了 接下来 所有的线胶 都给它按照这种方法 进行处理 好 所有的线胶处理好之后 我们给它放在干板上 这种刀啊 给它敲一下 每一个都给它敲一下 敲一下 这我们后期操作的时候啊 比较方便 好 所有的线胶 敲好之后 我们给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盘中 另外我们再准备点小料 葱花 姜末 蒜蓉 煎了我们净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当的菜籽油 油要稍微的多一点 然后我们下入葱姜蒜 把葱姜蒜给它炒香 炒香之后 我们把处理好的线胶给它倒进来 把清好的香菌也给它倒进来 一起给它熬制 给它熬香 把里边多余的水片给它熬出来 这样才能变于醋醇 而且吃到肥里边更香更下饭 家里边如果有白芝麻的话 这个时候也可以给它放点白芝麻 继续给它熬制 好 熬制这个状态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盖小火 调一下味 加入20克的蚝油 20克的鸡精 5克的白糖 5克的食用盐 然后给它焯拌均匀 如果羊肉重的话 可以再加一点盐 羊肉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进行添加 如果有花椒面的话 我们再给它来一点花椒面 好 在它焯拌均匀之后 关火 给它晾凉 晾凉之后 我们给它加入适量的小木油 再加入适量的味精 味精一定要等到晾凉之后再加 再次给它焯拌均匀 好 这样这一道美味的香椒烧焦酱就制造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色香味俱全 接下来盛出装盘 这样我们这一份好吃美味 营养又健康的香椒酱就制造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色香味俱全 用来拌米饭 或者是加馒头都是非常不错的 绝对让你吃一次就流连忘返 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做出来一点 用来馈饨亲朋好友 也是非常不错 有时间的话可以一次性多做出来一点 用来馈饨亲朋好友 也是非常有档次的 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制造不易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动动你发费的销售 帮忙点赞 转发 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